政府提出放寬住宅物業的按揭貸款乘數上限即日生效 不論物業是否自用或公司持有 以及買家是否首置 物業按揭貸款乘數一律上調至七成 非自用物業的公款和入息比率上限 就一律由四成上升至五成 同自用物業看齊 金管局即日向銀行發出相關指引即時生效 有經濟學家認為 政策受眾比較少 對提振樓市的作用不大 原來美國減息突然間香港經濟很好的 那些人股票賣錢 明年流行的聲音 你覺得還有沒有七成呢? 可能增加六成也不一定的嘛